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昨天报道指 美国掌握的证据显示 俄罗斯总统普廷曾经指示黑客入侵网络 以获取美国大选资料 尽管俄罗斯政府郑重地否认指控 并称之为可笑的胡言 但是美国白宫认为 普廷严密监控俄国政府的行动 对于黑客攻击这么大件事不可能不知情 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将会展开反击 报复俄罗斯通过电脑黑客 干预美国总统选举 奥巴马也已经下令美国情报单位 针对俄罗斯的干预行动展开全面的调查和检讨 并在下个月20号奥巴马离职之前提成报告 美国白宫也把炮火转向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 指特朗普显然知道俄国的所作所为 才会鼓励俄罗斯黑客找出希拉里删掉的电邮 不过特朗普喊冤说 不断将他的胜利归功于俄罗斯的黑客攻击 是在诋毁他的胜利 并认为俄罗斯如果发动实体攻击 美国政府应该早就采取行动 而不是希拉里败选之后才抱怨 另外 面子书也在15号宣布即将推出新案件 让用户举报假新闻 假新闻充斥社交媒体 有人宣称 这些假新闻散播有关希拉里的负面新闻 有助特朗普当选总统 面子书副总裁穆斯里指出 面子书必须审慎处理这个问题 该公司将会和新闻审核机构合作 将假新闻标示为具有争议性 有关的新闻也可能在动态消息中排序更低 NP7综合爸爸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F8 而且虽然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东西 最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